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锐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安省新民主党党魁霍沃沃斯否认将会支持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 塔利班再度袭击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三大政党领袖包括自由党的维恩进步保守党领袖胡达克 以及新民主党领袖霍沃沃斯今天分别到多个城市尽最后努力争取支持 对于接连被自由党指摘 新民主党领袖霍沃沃斯会在保守党一旦以少数政府胜出时支持保守党 霍沃沃斯之前被传媒追问时没有明确排除支持一个保守党少数政府或自由党少数政府 但今天在再被传媒追问之后 排除新民主党会与其他政党合作组成联合政府 霍沃斯更加形容有关新民主党和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的构思属于废话 霍沃斯之前已经表明不支持胡达克的削减十万个公营部门职位计划 也不支持他形容为腐败的自由党 而他会支持选民在本星期四的投票决定 霍沃斯说相信省民会选出一个对人民来说是合理的政府 新布伦瑞克省门克顿市遭枪杀的三名皇家骑警在今天举病 大约有五千到七千名来自家国各地的警戒同袍 今天飞往当地出席葬礼 多伦多警方也派出了75名警员参加葬礼 多伦多警察总长布莱尔表示 表扬殉职警员十分重要 对全国的警员与社区来说是一种十分特别的关系 葬礼在今天中午一点钟开始 葬礼举行前现有皇家骑警游行 总理哈珀出席了葬礼 其余两大反对党派领袖 自由党党魁杜鲁多 新民主党党魁唐明凯 以及总督约翰斯顿也参加了葬礼 由于出席葬礼的人数太多 市府特别在当地加设五个地点 让民众可以聚集 参与跟三名骑警道别仪式 三名骑警 Giverdan Larch 以及Ross 于上周三傍晚 接曝处理一宗歹徒持枪 在住宅区出没的事件时遭枪杀 另外两名骑警受伤 但经过治疗后已经出院 一份由跨国人力资源公司 Manpower所做的调查显示 有20%的加拿大公司 计划在今年第三个季度增聘人手 不过经过细节调整之后 有意增加招聘的比例减为10% 同时也有4%的雇主考虑裁减雇员 但这个10%的比例已经比去年第二和第三季度 高出了一个百分点 在受访公司和雇主当中 74%表示会保持目前的雇员数量不变 另有2%则尚未确定是否增减人员 从省区来看 更多加息雇主有意增聘人手 考虑增员的雇主比例 比国内其他任何地区都要高出至少15% 再从公司规模来看 中等规模的公司 也就是拥有50到249名雇员的公司 最有增聘人手的意愿 其比例达到21% 而有18%的大型公司 以及11%的小型公司 有增聘人手的意向 加拿大医学协会呼吁当局 开展全国对话 商讨临终关怀 安乐死以及医生协助死亡等问题 加拿大医学协会 除了呼吁关注长者临终关怀问题之外 还建议当局建立国家机制 为临终国民提供保守疗法 而且不限制接受服务国民的居住地 医学会称 目前许多病人都有该方面的诉求 希望能够在家人和医护人员的陪伴下 自主选择离开的方式 而不希望在孤独和痛苦的情况下 结束生命 而医生协助病人死亡 目前在本国属于非法 但魁省在上星期 地史性通过保障死亡权利的52号法案 意味着向联邦政府就相关问题 发出法律挑战 动物权益组织说 有短片显示 卑诗省致力域一个牛奶农场 被揭发虐待乳牛后 业界必须承担责任 温哥华人道协会表示 业界应该抢制农场 安装摄录机 监查农场的日常运作情况 加拿大牧场代表说 短片所见的情况绝对不能接受 事实上 他们对农场中的牲口十分照顾 十分透明 他们会采取行动 向公众展示他们确实运作模式 卑诗省爱护动物协会表示 他们建议向致力域8名农场雇员提出起诉 协会较早时接获一个 非牟利动物权益组织提供的偷拍短片显示 雇员用铁链和藤条殴打乳牛 甚至对乳牛拳打脚踢 涉及事件的农场说 农场饲养超过3500只乳牛 涉及事件的8名雇员已经被解雇 农场同时向其他雇员提供训练计划 以确保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 好 加国新闻之后 我们稍时休息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 江明带来国际新闻 天宝旅游提供专业旅游服务 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 在北美与中国共有12个分社 地面接待能力强大完善 势力发展网上旅游消费 足够出户完成机票和旅游团预定 保证您自由出行 网络空间风采无限 天宝旅游让您的人生旅途更精彩 明星报网登场了 内容和明星报一样充实精彩 还有及时新闻 适合中国新移民和本地华人浏览阅读 请马上登入明星报.com 三个W.MINGSHENGBAO.COM 明星报网登场了 内容和明星报一样充实精彩 还有即时新闻 适合中国新移民和本地华人浏览阅读 请即将入明星报.com 三个W.MINGSHENGBAO.COM 风水无论是在中国人的社区 或者是在西人的社区 都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 将了解更多风水知识 就不要错过由WOTV 温影全新打造的风水阴阳栏目 我们知道阴气所邻居为山 3月25日周二晚9点首播 周六晚7点半重播 本栏目由万百墓园特约播出 敬请期待 剪一段留年的岁月 压着一路相随的爱 Mount Pleasant的专业团队 为你和家人的黄昏 多做一份打算 预先计划 解除你及家人的后顾之忧 Mount Pleasant 用爱守护每一份续托 莫丽的阳光 如爱尚在 无论天上人间 欢迎回到晚间新闻 为您带来国际方面的消息 巴基斯坦卡拉奇 国际机场再次受到袭击 当地塔利班组织承认责任 当局则指 此次只是开枪事件 无人受伤 保安部队和武装分子驳火 机场保安部队表示 多名武装分子骑电单车 闯入卡拉奇珍娜国际机场 附近的保安部队训练营地 向女职员宿舍开火 也有报道指 武装分子企图从两边入口 闯入训练营地发动攻击 双方交火 武装分子最后逃脱 大批警员到场 军方也增援 封锁附近一带搜捕 机场航班一度暂停升降 当局表示 目前情况已经受控 当地塔利班组织 事后承认发动袭击 指行动达到预期目的 并警告会继续发动大型袭击 当局表示 武装分子的目的是制造恐慌 并指出 只是一宗开枪事件 此次是卡拉奇珍娜国际机场 两天内第二次被塔利班突袭 在袭击发生前 巴基斯坦军方派战机 轰炸塔利班在阿富汗边境的据点 至于星期天晚上的袭击 死亡人数增至三十多人 包括七名运货工人 袭击发生后 他们藏匿在货舱内 不幸被困 最终被烧死 巴西世界杯三天后就要举行 各地继续有民众上街抗议 在圣保罗市罢工的地铁工人 决定暂停工业行动两天 稍后会再投票决定是否在世界杯 开幕当日继续罢工 在巴西圣保罗 地铁工人决定暂时 结束一连五天的罢工行动 到本月十一号 也就是世界杯开幕前一天 届时会再投票决定 是否在揭幕站当日再进行罢工 工会领袖强调 无以妨碍世界杯 只是想争取劳工权益 至于是否会继续抗争 取决于42名被解雇的工人 能否重新获得雇用 地铁工人是为争取家 新发起罢工 令室内交通瘫痪 严重影响居民生活 当地法院早前裁定 罢工违法 但工潮声势有增无减 早前就有大批地铁工人 占据市中心地铁 要警方发射催泪弹取散 劳资双方就加薪问题 身陷僵局 地铁公司其后 解雇数十名参与罢工员工 工会要求复职 但遭政府拒绝 指他们破坏地铁站 和煽动其他员工 妨碍同事工作 在里约肉内卢 大批教师游行至世界杯 国际广播中心外示威 抗议政府投放大量资源 举办世界杯 而漠视民生问题 要求政府 在教育和医疗等方面 投放更多资金 韩国岁月号 克伦沉船事故 15名被控船员首次提堂 其中船长等4名船员 被控谋杀 15名岁月号船员 在光州地方法院提堂 他们涉嫌疏忽职守 以及没有紧力保护乘客 导致300多人遇难及失踪 其中68岁船长李俊熙 大副 二副 以及轮机长被控谋杀 如果罪名成立 最高可判死刑 不过 韩国自1997年以来 从未执行死刑 而另外11名被告当中 两人被控弃船而去 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 其余9人被控疏忽职守 当被告被带上庭时 有死者家属 在庭外大叫杀人犯 与保安推撞 开庭后又有旁听家属 看到其中一名被告露出笑容 情绪激动 法官要求被告尊重死者 今年4月份 4月号由仁川 十网季州途中翻沉 船上476人 只有172人生还 包括22名船员 船长等 被指在救援人员到达后 第一时间弃船逃生 当局经过调查 怀疑客伦因为超载和超速翻沉 正追击船公司东主于秉延 总统朴检惠敦促警方和检察部门 将他绳之以法 西班牙第一个专为狗而设的游泳池 已经开幕 水深室和不同体型的狗 绝对是宠物狗五星级的度假省地 这个狗狗度假村 位于罗卡德尔瓦列斯市镇 距离巴塞罗那 大约30分钟车程 是西班牙首个专门为狗狗而设计的游泳池 水深适合不同体型的狗 并有水滑梯以及超级耐用的充气设备 度假村是一家五星级狗酒店 泳池设计有点像海滩 有一个水深有浅至深的缓缓斜坡 适合大小不同的狗 他在四周童所大 India 因此 Одес vo车 也不会以为老二子 总算家的行列 这类 най作itic 白龙 并没有群 但